新闻大破解 破解大新闻 大家好 川普时期的前白宫国安国务 麦马斯特在4月中旬警告说 台湾正处于极限的危险 而关键的时点可能是在 2022年的北京冬奥之后 那么俄罗斯和中共两强 秀肌肉威胁 而伊朗和北韩等政权在蠢动 世界也正在看 美国要如何来带头 吓阻压制 在4月23号是一进一退 中共启用了三艘主力舰 来升高了南海周边的紧张 而俄罗斯方面是 突然撤军乌克兰边境 让大家松一口气 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那么本周4月25号 有三件事情需要关注 第一是法轮功学院的 北京和平上访 22周年当初劝不住中共 中共发动全面迫害 后来逐渐扩大群体 又既集权扩张 全面狂奔 那么第二件事情 是习近平又重提了 共产党当年被中华民国国军 围交惨败的湘江战役 而且表情凝重 那要如何解读用意 第三是拜登政府 和中共街头谈判的特使凯瑞 被爆出泄露了亲密盟友 以色列军事机密 给中共的小兄弟伊朗 这将会如何的影响大局 另外拜登要重返 没有执行机制的 巴黎气候协定 还要提出40年来 最大规模的增税 那被共和党忧心 可能会变相 送给了中共一个大礼物 这会如何影响 美国的国力 经济和军力呢 介绍破解新闻的来宾 第一位是总体经济学家 吴教龙老师 主持人好 民副兄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日本资深媒体人 石板民副老师 大家好 好的要牵制中共呢 欧洲的各国的军舰 是逐渐来巡航的印太呢 和日本和印度等 都国会谈合作 那么法国的航空母舰呢 4月份才在印太区域演习 而英国的女王号的 航母战斗群呢 5月抵达亚太地区 要巡逸南海 也要和日本等 10多个国家 进行军事演习 那么日本说的象征 英国日本防务合作的新阶段 日本驻澳洲大使呢 说日本加入五眼柠檬 这个想法呢 渴望在不久之后实现 日本澳洲的防长呢 是频频的关系台海军事 澳洲还喊出要备战 捍卫自由 请问两位 先请教石板老师 您怎么看说 英国的航母打击群 这个部署亚太 要和10多个国家军演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 这一次呢 是日本的起一个 很大的作用 就是说这个日本的 菅义卫首相到了美国 包括这一段呢 和美国沟通的时候 得到一个很 比较强烈的信息 就是说亚太 封锁中国 日本呢 需要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么日本呢 其实是战后以来 这个二战以来 一直在国际上会 社会 只是在经济上 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在政治安全保障 外交上 其实日本的发言权很少 这次呢 也就是借着 这个国际的局势的变化 日本的存在感 突然增高了一个 另外一个呢 日本和英国 英国呢 这是 这个100多年前 就日英同盟 其实这是 日本和英国的 这个互动的战略上 合作是有一个 悠久的历史了 这一次呢 日本呢 很明显 日本是对中国的 非常大的不满呢 是国安 这个海警法 海警法对 这个钓鱼台周围的 这个 日本的 这个渗透 日本的危险 感到很大的威胁 那英国呢 是香港问题吧 是 香港问题 明明是1984年 我们签好的条约 你说把它当作历史文献 所以英国也是 对中国憋着一肚子火 所以双方现在 联合在一起呢 这两个 两大苦主 放在前面呢 然后再把一些别的国家呢 其实不管是这个法国啊 还有什么德国不是要来吗 对 这个包括美国 这些大家首先 首先在香港都有很大的香港利益嘛 是 这个我们的国家 有这么多企业在里面 有这么多香港利益 被你中国一门棍就打倒了以后 也不跟我们商量 这个每个国家 其实都有很大的损失 所以而且呢 对中国 你今天是香港 明天是缅甸 然后就可能台湾 然后可能 这个东南亚 南海的这些岛 你都要占的 这些东西呢 你就是中国是已经变成一个 非常明显的 国际秩序的一个破坏者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那全世界呢 我要向你施加压力了 这一点呢 其实我觉得呢 中国呢 就是过去有八国联军嘛 这次有十几个国家 也差不多 这个国家的数字 仔细一看呢 这个登场人物也都差不多 但这种 其实八国联军呢 中国在国内的历史上 交会的是八国联军 八国列强 来到中国 这个烧杀掠夺 无恶不作 就是完全变 把八国联军 这个变成一个侵略者的 这么一个 形象啊 所以中国人觉得 中国很可怜 但是说呢 你现在仔细看历史的话 那八个国家 是因为中国不 遵守游戏规则嘛 你中国在改变国际秩序 中国你受监答应的事情 你不做到嘛 这八个国家 其实是维护自国利益而来的 出于一种 这个自卫的延长线 当然说具体的 在中国国内 确实是有一些悲剧 发生 这点是不容易 但是这八个首先呢 是当时的清王 清政府 清王朝 这个答应的事情 没有做嘛 而且在胡搅蛮缠 而且在到处贯占便宜 到处 就是扰贯秩序 竟然维持秩序的 那么今天的 这个 所谓的天下为中的 大的新的形势 就是以美国为首 以英国和日本为辅 再加上其他的国家的 形成的新的八国援军 其实还是一样的 就是中国你不守规矩嘛 你伤害到我们各国的利益了嘛 我们现在出来的话 其实呢 就是震慑你 让你守规矩 那么其实 等于说 你说这些军舰的来 他们也不是 不管是英国 日本还是美国 都没有对中国 有任何的领土野心 只是说 你不要再往外跑 你不要打台湾 你不要再扩张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说呢 我觉得今后 所以说所有的这个责任 都在中国手上 如果说中国 你回去老老实实的 那么你回到自己 超光养晦政策 或者是你回到 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政策 你回到国际秩序中来以后 这些七天下为中 就可以消失嘛 正因为你在不停的扩张 你在不停的挑战国际秩序 你想新成立一个 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所以说呢 这些国家才给你施加压力 那么中国 其实等于说 发球圈在中国手里嘛 看你习近平今后怎么办 你如果老老实实的 这个中国的压力 可能就瞬间就没有了 但是说如果你继续突破 继续突破 国际社会给你压力 会越来越大 今后呢 我想现在是十几个国家 可能今后的 全世界加入这个阵营的国家 会越来越多 而站在中国这边的 可能只有 像就是说 北韩啊 这个等各个 伊朗啊 这几个小国家而已 声音我再追问一下 就是说 里面有个角色 比较特别 是澳洲 澳洲线跳出来 这个追究这个 武汉病毒的源头 现在呢 他最近在喊备战 他的声音其实也不像 日本越来越大 那您怎么观察澳洲 澳洲 这也是一个苦主嘛 澳洲 就是当年他说 疫情嘛 我们要追查疫情源头嘛 这是任何人都可以说的话嘛 然后中国就把人家的 什么龙虾呀 什么红酒啊 包括煤炭啊 全给人停下 给人造成很大局势损失嘛 然后澳洲说 那我一带一路不跟你玩啊 中国马上跳起来说 你不能政治化 是明天你先政治化的 哪有这样做人呢 对不对 所以说澳洲觉得 这东西也是一肚子火 而且澳洲也 其实我觉得 也是在这个规格 其实怎么说呢 很明显美国 川普到拜登 这些年美国其实 在衰退 总体上 美国总体上 而且呢 在内向 那么今后可能过去 在就是说 90年后 这个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可能要释放出一些空间来 这个空间现在日本想填补嘛 那澳洲其实我觉得 他也想在国际社会中 发出更大的作用 那现在人反中 是众望所归嘛 所以他也也很积极 我想这个英国法国 也都过来分一备更嘛 所以就本来这个战略 巨大就担心台海 然后再加上之前 累积的那个苦 就是一次次就 回到台湾问题 请教一下 那个嘉隆老师怎么看这个事 像英国的这个航空母船 来亚洲地区 跟日本 在西太米洋联合演习 这个当然会唤醒 很多中国人的历史记忆 就是所谓的八国联军 更早之前的话是鸦片战争 那英国可能也很高兴 有机会 就像那个石板明夫 刚刚提到的这个苦主 然后来这边那个 讨回一些历史公道 他是这样子 首先立即的问题 当然就是香港 刚才提到香港问题 那中共很不给英国面子 那其实整个看起来 英国是在为美国打前锋 英国是在做 就是为美国带风向 对欧洲国家带风向 那英国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 老牌的那个世界霸权 就是美国之前本来就是 英国是世界霸权 所以英国对国际事务 外交军事 这些国际秩序的维持 这些是很有经验的 算是 就是除了美国以外 没有人比他更有经验 英国之前是荷兰 那我们现在看 讲一件事情 让大家去体会一下 2015年 大概在三四月之间 那个时候有一件事情 就是中共推的 一带一路 的一个配套的建设 叫做亚投行 亚投行 那个时候中共看一看 好像没什么搞头 准备要收了 大概准备要下台了 要收起来 结果英国跳进来支持 英国跳进来支持以后 中共当然非常高兴 英国再怎么说还是大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何子大国 对不对 也是前一任世界霸权 英国很有指标作用 结果英国一进来以后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就跟着进来了 所以英国的动作 带动了欧洲大陆的三个大国 来跟进 那这样子的结果 中共就发现 亚投行不能收了 收不起来了 对不对 就硬了头皮就做下去了 现在我们事后看起来 当然知道 亚投行跟一带一路这个东西 造成在地国的基础建设 比如说给贷款 债务陷阱 然后做了那些基础建设 码头 公路 铁路 不无法产生经济效益 于是就所谓的 形成债务陷阱 然后这个时候中共再来说 不然你租给我用 对不对 不管是等于是抵偿贷款 还是说收租金 付租金 对不对 那就变成说 相当于中共在海外 那个发展一种叫做楼杏殖民地 我在海外出钱盖那些港口 码头 机场这些基础设施 然后你没有酝酿 然后租借给我用 所以相当于中共的一种变相的一种 海外殖民地的这个做法 那这件事情已经可以看出来 英国一直在 已经变相的来 在当美国的小弟 替美国当那个前锋 替美国这个带风向 那你看海湾战争的时候 所谓联军就主要就是美军跟英军 那对付伊拉克 对付伊朗都是这样 所以英国现在的角色 已经从以前的世界霸权 变成为现任的世界霸权 美国来当前锋 当小弟 替他那个带风向 替他开路 变成这种情况 我说我这样 这是我的一个描述 那那个刚才司法明夫提到一个东西 就一个概念就是 中共的很多做法 等同于要改变国际秩序的现状 要推翻现状 那这件事情不能为其他国家所接受 那一个重点就是所谓的 国际海域的自由航行 就是说起码一开头就要碰到这个问题 印度洋 马六甲海峡 南海 然后台湾海峡 这些国际海域这一段的话 是国际贸易的很重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航道 那这个航道的话 如果被中共控制的话 那么影响的就大了 不只是影响日本 台湾 韩国 而且也影响到欧洲 所以这一次那个 我们那个长龙海运的那个 常识轮在苏伊士运河卡住的时候 其实是很多货物是要从亚洲运到欧洲去的 所以呢这个国际贸易航道的话 就告诉你说自由航行的重要性 那所以呢英国对于要任何推翻中 国际秩序现状的那个行为都会很敏锐 那整个亚太地区 有三个国家或地区呢 是跟英国有紧密关系的 一个是我们刚刚讲过的香港 先讲一下香港是这样 那个川普在联合国大会的时候 有讲就是中共如何当时的缓送中的那个运动 就是香港的中共如何处理香港 决定国际社会如何来看待中共 然后呢这个川普在呼吁中共 就是遵守中英联合声明 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川普当时派当时卸任的那个国会议长来台湾 那个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的时候 他演讲一讲了一句话 中共如何对待台湾呢 就决定国际社会如何对待中共 对 其实就是说你是接受国际秩序 在现状之下来崛起 还是说你想你的崛起 想要根本就想退翻现状改变现状这样子 那这个概念很重要 我们比较不熟悉 那这个概念呢 这个对英国来讲是感同身受 因为他原来就是霸权的嘛 那现在呢尤其在香港问题上 所以川普讲的那个话 已经带出香港在国际秩序的这个分量 就是在西方国家眼中 香港代表价值观 西方国家所接受的那个价值观 你镇压香港 等同于镇压这些西方国家支持的价值观 也就等于镇压西方国家所支持的国际秩序 所以几乎就是直接跟西方国家决定 所以香港那个刺警一出来以后 后面就是那个没有回头路了 就是一路这样子走到现在 这是第一个香港 第二个是新加坡 新加坡也是原来英国殖民地 美国航空母舰也是靠新加坡 所以新加坡如果也被拉过来 看那个大家会看风向 所以英国也进来的话 那甚至于常住在 比如说南海那个地方 找一个停破港的话 那其他国家就懂得那个 跟进嘛 美国还有个第三舰队 好像也要在这边增加哪个新的舰队 第一舰队 那是美国 再来一个就是刚提到的澳洲 所以你看香港 新加坡 澳洲 这样一个三角的话 这是原来跟英国 澳洲不是殖民地的 但是澳洲本来就是英国 后来的移民盖的 那个建设的国家 所以你看看出来 英国在这个地方 南海这个地方 其实是有它的分量的 影响力的 所以那航空母舰来的话 绝对是有这个指标作用 有带风向的作用 同时也跟日本这边 两个海权国家 美国 日本 英国三个都是海权国家 然后这个 我之前有说过 陆权国家就是亚洲的中国 欧洲的德国 跟那个中间的俄国 所以这个海权国家 跟陆权国家的对撞点 果然是在台海跟南海这个地带 所以英国的这个海军 那个来到亚洲地区 就变成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一个重要的发展 衔接早期的历史 就是英国回到远东 是的 美国的三大传统盟友 这个大家都很积极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回来谈一谈 就是美国 中共 俄罗斯这个战略大三角 现在的情况 就是在华府枢纽的选择 战略抉择到底如何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大破解 中共近年极权扩张连动 黄海 台海 东海 南海 太平洋 印度洋的情势 连锁的升高 那么欧洲乌克兰不久前 还面临着俄罗斯的大军 压紧威胁 美国 俄罗斯和中共 这个战略大三角 各方观察了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 美国能不能同时迎战 两个核子强权 而且把冲突规模 能够控制在这样 区域性的传统武力冲突 不要演变成核武 以及总体战 第二是美国要如何 分配资源策略 来制衡欧亚大陆仰端 例如当专注要应付中共的时候 不能让另一侧得利或搞乱 那一般认为 虽然美军有规划 可以同时打 2.5场战争的能力 不过相当的耗损国力 而且不大可能 就是同时两场大战 那美国的川普 最近也喊话拜登说 不要把俄罗斯推向中共 那美俄可能在夏天 领袖峰会 似乎关系有可能转好 那请教两位 我们先请教石板先生 这个美俄中的战略三角 你怎么看从川普到拜登 华府作为一个枢纽 他的战略抉择 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看这个 现在的世界格局 跟中国那小说 三国演义里面很像 就有一个强大的魏国 然后呢 一个蜀国 一个无国 这两个国家 其实关系也有各种各样 仇恨在一起 但是说呢 为了对抗魏国的时候呢 就互相答应 你要进攻 我们一块进攻 我要打的时候 你不要 这个变成一个 类似攻守同盟的 这种冠军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 中国和俄罗斯 正好变成这种角色 中美对立 这个 当年这个蜀国 要进攻魏国的时候 也让 如果你也出点兵 你也先制他一下 那很明显 现在呢 中美的对抗 是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普京呢 也跑出来 减便宜 就是说先打兵压境 然后呢 就看好处 这种情况之后 很明显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 有一些默契 或者有一些配合 那么 总体比起来呢 这个普京呢 毕竟他是年轻的时候 受过这个国际 这个间谍的训练 也在德国 中国有广阔的视野 所以他的格局 要比习近平大得多 而且呢 他在 就是说很 知道自己国家的实力 而且在很知道 什么时候 该出什么时候 该撤 这个进退 是有据的 所以说呢 而且在西方来说呢 至少普京是一个 可以谈判的对手 那么 中国呢 就是说习近平呢 他就完全不一样 战狼外交嘛 就是只会咬人嘛 僵尸外交 这种根本很多地方 是没办法沟通的 所以说呢 现在呢 对美国来说啦 这中国有个成语 叫薪仇就恨 中国是薪仇 俄罗斯是旧恨啊 这个比起来优先 顺序当然是 中国是比较优先的嘛 那么 同时我们看这个 拜登政权上台之后呢 虽然跟俄罗 也有各种各样的 层面的对立 伊朗问题也是 但是说呢 我觉得多多少少 他在伊朗问题 和这个俄罗斯问题 多多少少有一点放水 并不上那么强烈 而且呢 俄罗斯 他非想要的东西 很明显 他其实就是要 想要克里米亚 他已经拿到手了 他第二步想要什么 想要国际社会的承认嘛 那乌克兰东部 那个工业区 他会想要吗 我觉得那个是 牵制克里米亚的 他一个手段 如果能要到最好 要不到的话 我拿这个说事 说事以后呢 只要把这克里米亚 这个老老的掌握在手里的话 而且呢 他的目的是 只要国际社会 你不说话 就OK了 那么现在很明显 其实等于 他已经站在手里了嘛 所以俄罗斯 他有三天的优势了 那习近平呢 他问题是 他想要台湾 又不止台湾 他想要这个钓鱼台 又想要这个东海的各个岛 而且他的野心 不知道能膨胀到哪里去嘛 所以说大家觉得 这个家伙 比那个俄罗斯 要危险的多 所以说现在呢 我觉得国际格局 已经渐渐演成 这个状况之后呢 当然说我觉得 这个川普总统说的很对 就是不能 作为美国和国际社会 千万不能把俄罗斯 和中国捆绑在一起 他们真正能做 如果变成 逼得他们同进退的话 这个对国际社会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但是我们看最近 普京突然间又撤军 然后又说要跟不跟谈判 某种印象 他的就是 他是一个外交上 比较有手腕的 可以说话自如的 所以我觉得 跟国际社会的话 在俄罗斯日本 还有很多谈判的空间 是 好 汤文你请教 那个吴大哥 这个所谓美国 可以就是美国的军事规划 可以同时打2.5场战争 这个是指世界大战的格局 不是一般的战争 一般的战争区域性的话 那美国根本没问题 那世界大战的格局的战争 是形式逼出来的 不是美军去规划 说我要同时打2.5场 那二战的时候 大家看清楚了嘛 就是美国同时 在欧洲跟亚洲都有 都有军事行动 那甚至于其他地方 可能中东还是什么 其他地方也有军事行动 叫做0.5场 所以这加起来叫2.5场 所以呢 那个我们 不预期 美军准备去打世界大战 那是第一个 第二个 乌克兰那边 不会是世界大战的地方 现在可以看出来 在俄罗斯撤军之前 我在这个节目上就已经讲过 俄国的基本立场 我们要了解一下 俄国的经济总量 已经调到世界15名以外了 虽然二战刚结束的时候 他可能还很前面 现在基本上 俄国的经济总量 大约相当于 中国的广东省而已 对美国来讲 不构成大国的威胁 但是他有军事实力 这个是事实 对不对 那所以俄国不希望 被西方国家 美国欧洲日本等等 看成是跟中国同盟 所以他们会出来否认 我们没有要同盟 那可是俄国又 有时候会做出一些 对中国算是亲善的动作 给人家一种印象 好像两边有联盟 但是呢 这其实是俄国的一个 外交操作 就是要让美国 或者西方国家 觉得俄国是值得拉拔的 还有机会争取 那俄国做出一个资料 其实这种做法呢 跟那个谁 跟印度很像 印度跟中共有摩擦 做给美国看 让美国觉得 印度值得栽培 可以值得拉过来 然后来会提升 印度的国际地位 加重在印度的投资 制造业 从中国转出来到印度 所以印度有这些 重要的利益 更何况他很在乎 这个西藏那边的 雅鲁藏木匠的水坝 这个我们提过 所以印度的话就会跟中共 偶尔来一个摩擦 好像对抗 可是也没有爆发战争 如果爆发战争 恐怕也是小型的 那种所谓区域冲突 那这个战略呢 既然俄国看懂 俄国也看进去 俄国可能会在某些地方 比如说捅中共一刀 然后美国看了 说好样的 这是这种 就是俄国 例如最近乌克兰 突然这么撤军 对 其实俄国的用意之一 跟印度有一点不同的就是 要让中共觉得他有俄国当靠山 或者说至少俄国不会站到美国那边 这样的话中共可能在跟美国对抗的时候 比较有底气 自以为有俄国的联盟 但是他不是联盟 所以俄国是 简单讲了 操作的效果 就是把中共拱上去去喂美国 美国你要打他 你打他 那你打他的时候 要不要争取我呢 要来争取我俄国 那美国争取俄国的方式很多 因为俄国毕竟是美国的 原来的那个战略对手 可是现在又要争取俄国 也不能做得太入股 那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就是提高油价 如果油价走高的话 美国的页岩油当然会受益 可是俄国是石油输出的国家 油价走高对俄国来讲的话 那个是很补的 所以美国有各种方法 把俄罗斯拉过来 最少要打俄罗斯中立 所以变成说俄罗斯 有时候跟中共好 有时候跟美国 这边也有配合这样子 感觉上俄罗斯 其实是要走中立的态度 但他不是什么都不管的中立 而是我偶尔跟你好 我也跟他好 两边都 好像都有合作的空间 这样子的概念 但那你怎么看 刚刚那个石板先生说 这个像他看到 美国现在拜登 好像对于伊朗跟俄罗斯 都有点放水 但是同样要稳住这两个国家 然后川普的时候 他们就这两个 就是把它压得服服帖帖的 但是现在好像 拜登任内的话 这两个就是一直蠢动 动作很多 所以您怎么看 是手段上不同 或是哪里出了问题 伊朗另外 我们现在讲的是说 俄国的对策比较接近 比较相似的是印度 不是伊朗 那伊朗我们等会再来谈 那我的意思是说 俄国不会让西方国家 认为中俄有同盟 特别是有军事同盟 这是第一点很重要 第二来讲 美国的那个实力 人家说 是不是真的能够承担 2.5场战争 我说真的有形式手臂 才会出现2.5场战争 因为那是世界大战的格局 那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看一下美国平常的部署 是这样 它的航母 两艘航母战斗群 构成一个战区 那它有五个战区 北大西洋 南大西洋 然后地中海 然后太平洋这边 然后印度洋那边 总共有五个战区 每一个战区的配备 就是两个航母战斗群 所以总共有10个 另外加一个是正在维修 正在进场维修 所以通常来说美国的航母战斗群 是11个 那以这样的那个实力 你想地球表面上 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挑战美军 根本不可能 所以呢 而且战争的那个花卉 其实对目前的疲软的经济来讲 恐怕还是个加分 我们回顾一下二战的时候 罗斯福的新政 他从1932年上台以后 他的新政 一直没有办法把美国的失业率 压到14%以下 长期在 就是在14%以上 一直到1939年9月1号 希特勒进攻博览 二战爆发以后 短短一年半 美国的失业率从14% 降到充分就业的水平 叫做4% 罗斯福的新政做不到的 希特勒替他办到了 那就是说战争可能本身是 那个贵使用的资源 产能 这个激活 活过来的一个办法 所以如果真的打开战的话 对美国经济未必不是好事 就是他有很多过剩产能 过剩资源 失业的人 重新投入 这个生产过程 那所以对美国来讲 战争其实 美国其实一直都有战争 二战以后 从越战 韩战越战 到打那个 比如说巴拿马 伊拉克 很多地方 他都一直在 使用他的军力 时时在练兵 这样子 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出来 这个美中俄这个三角 核心是美中对抗 那美国把日本英国 澳洲 印度 拉 台湾 拉过来 变成他的盟友 那中共的话呢 他的盟友里面上次讲过 那个伊朗 那个北韩 这些都是要靠中共来养大的 根本不是帮手 那唯一的帮手就是俄国 俄国的看样子的话 根本就是不怀好心 就是要中共上上 然后他得到两边的那个拉拢 这个欧洲也好 这个美国这边也好 日本这边也好 都想把俄国拉过来 说你不要帮他 你中立就好 那俄国当然OK 对不对 所以该演的戏他会演 但是我们要看出 地缘政治的本质 战略观点的这个本质 就是真正的利害关系在哪里 有些东西 有些动作是表面上而已 是 好 那我们来追问一个问题 像 因为像美国的情况 在民意跟这个川普遗产之下 这个拜登持续对中共强硬政策 不过呢 他也强调说像 气候变迁 特别可以美中合作的 而且还要找中方讨论 伊朗核协议 那这在共和党眼中看 都是这个破口 那最近呢 刚访问中国大陆的 总统气候特使凯瑞 被质疑要面临要求辞职的声浪 因为呢 他被质疑一个时候 扣上说可能涉及叛国 这讲得很重 伊朗外长三月份呢 跟亲当权派的记者的录音档 在25号这一天呢 外流 那揭露了这个前国务卿 凯瑞曾经向伊朗的外长 透露以色列这个亲密盟友的 军事秘密计划 那在美国是很挺以色列的 这个舆论是很华人 那白宫发言人他在记者会呢 是拒绝评论这个这件事情 那挺民主党纽约时报 他有获得录音 他也知道 不过他隐匿他没有报道 那蓬佩奥说 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说这个证实 在川普政府任内的时候 当蓬佩奥在向川普总统 简报的时候 凯瑞在向伊朗简报 他质疑凯瑞破坏了 美国的外交政策 那告诉伊朗 不要和川普政府谈判 等民主党重返执政 就是伊朗和协议的议题 所以我们先请教一下 那个江龙大哥你怎么看 拜登的对中谈判的 这个大员出了这个事情 可能带来一些变化 这个可能要引用一些传闻 或者故事 来解释这个事情 就是欧巴马要拼连任 然后拼连任的时候 要拿出政绩 想他想去 因为那个时候 金融海啸刚过 也谈不上什么政绩 经济上 肯定拿不出什么表现 大家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欧巴马 是金融海 第一任就是金融海啸上来的 能稳住局面就不错了 可是他拼连任 所以他想插一招 就是刺杀宾拉登 然后后来 等于是惶恐 那宾拉登被刺杀的 据说是宾拉登的替身 宾拉登本人没有死 一直有这样的传闻 然后是怎样才 就是美国拿出一笔钱 据说金额是1500亿美元 很庞大的金额 把宾拉登从阿富汗山区 移到伊朗 然后这个1500亿美元 就是伊朗的封口会 所以民主党政府 跟伊朗就有来往 就是表面上 他们不是有签了 那个伊朗的核协议吗 那个核协议其实是不痛不痒 所以川普才会说 怎么会签出这种协议来 那个协议严格讲来 并没有阻止 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能力 而且只是延后十年 十年后伊朗又可以恢复 这算什么那个核协议 还给他大钱 对 然后还给他大钱 原来是因为要封口伊朗 就是那个有关宾拉登的事情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也扯出了那个班加西事件 就是说欧巴马政府 在中东下了很多黑棋 然后要灭口 要封口 然后凯瑞当时是国务卿 后来是希拉蕾是第一任国务卿 凯瑞是第二任国务卿 那个伊朗核协议应该也是在第二任国务卿 这个时候他谈出来的 所以当时都是为了连任 为了维持这个继续维持这个权位 然后可能跟伊朗那边有一些案盘交易 那是这样来 所以可能就是延续那个时候的交往 在川普时期的话还有一些延续 可以这样猜测跟理解 那就是说欧巴马时期 其实做了一些对美国国家安全不利的事情 也就是相当于你说的叛国行为 那这些行为还不只是第二任 可能第一任的时候 希拉蕾当国务卿的时候就已经有 所以现在川普这边或者对抗深层政府的川普阵营这边 就要把这些不堪的事情把它揭露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其实伊朗情况是很糟糕的 才有可能说被美国收买 被美国的某些政治势力 或者被某些深层政府的那个力量去收买 那当然在制裁 所以川普后来把这个和协议 伊朗和协议把它那个取消 然后重新对伊朗制裁 走那个程序 比如说美国退出 根据规定要怎么退出 退出以后怎么样重新制裁 川普就照章行事 完成这个和协议的这个处理 那可是呢 伊朗的那个被禁运的结果 它的经济很糟糕 只好更加倒向中共 它很多民生物资只能从中共那边拿 那中共呢 因此就提出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步骤 就是说伊朗接受中共支付人民币 这这样扯出来伊朗的问题 但是呢伊朗的问题呢 这个其实没有办法 不足以爆发区域性的战争 更不足以爆发世界大战 那乌克兰也一样 真正有这个分量会爆发世界大战的地方 是台海跟南海这里 是 是 那对不对 这个传闻真的是大家很好奇到 就是真相是如何 那想起来 石板先生有没有补充这个事 我觉得就是说 首先就是美国分左派和右派嘛 那么基本上我们往往比照 叫左派是伪君子 右派是真小人嘛 右派是真小人 就是说他事前找你拿好处嘛 就是说都在明面上拿钱办事嘛 这是右派的风格嘛 左派上嘴里说的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然后实际上他在都是私下也拿很多好处 而且做很多建博 这一般论会有这种状况 那么现在拜登政权上台以后 他周围有很多很多这种左派的人物 包括这个凯瑞的 在这个伊朗事情以外 他跟中国有各种各样牵涉 之前也有一段 对 所以说等于说现在呢 就某种意义上呢 如果说中国要攻击川普政权的话 只能用正攻法嘛 就是所有放在台面上 我这个让步你这样嘛 但是左派的话就可以从水下面 这个暗度陈仓的方式 包括我个人的一些消息 就像类似这个 这次这个泄密事件的话 因为事情还在继续燃烧之中嘛 到底怎么会往哪里发展 还很难说 但是说我觉得类似这种的 就是除了一旁以外 在别和别的国家 也有这种私下的交易 私下的泄密 曝出来我也不觉得奇怪 所以这是一个 所谓左派政权一个 常见的一个风险啊 就来下去观察 好 说我们休息一下呢 继续回来谈一谈呢 这个习近平呢 最近4月25号呢 这个表情凝重 提到了当年呢 差一点共党负面的战役 究竟要如何解读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大破解 在1949年之前呢 中华民国政府呢 曾经在抗争前是积极地围剿中共 中共被迫转入了所谓的长征 那么习近平呢 23号在海南 启用了三艘的主力军舰之后呢 4月25号在广西的 湘江战役纪念园区谈话 重提了所谓的长征 还有当年惨败的湘江血战 那么他强调呢 在最困难当中坚持 才能取得奇迹般的胜利 奇怪的是 喉舌新华社发布的照片 习近平的表情相当的凝重 还有灰色的头发 那1月份的时候习近平才说 实与是都在中共这一边 所以请教石板先生 您怎么解读这样的消息 首先我觉得这个湘江战役呢 其实是一个并不是很光彩的战役 是一场非常非常惨 就是非常惨烈的一场战斗了 但是说其实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就是说胜仗有很多嘛 就是后来的解放战争之中 和国民党军的三大战役 从东北一直就是摇沈战役 到渡江战役 就是说不停的都是胜仗嘛 那么习近平他过去呢 一直是喜欢把这种好大喜功 把共产党打胜的仗拿出来 现在呢突然间跑到 1934年的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是怎么回事 湘江战役是当时被国民党的 蒋介石的部队围剿之后 共产党没有办法开始逃亡 他们本来是在江西的根据地域嘛 开始逃亡以后呢 现在历史上他们讲的北上抗日 你想他湘江战役在广西 他都跑到广西去了 那时候还没有日军呢 就是说你往南走干嘛 那日军在东北嘛 东北是有的嘛 那你北上抗日 你哪能说从江西出发 你要去东北你先去广西 这完全是南沿北辙嘛 所以他是被逃窜的 哪里有空隙就往哪里打嘛 这次这场湘江战役打得非常非常惨 当时红军他们开始往外跑的时候 所有人包括蒋介石 当时很多人知道 认为是红军的已经变成太平天国了 太平天国就是老曹被端掉之后 然后各路人马到处去 比如说施拉开的部队 是一个比较大的势力 最后被全殲灭嘛 认为变成太平 但是说呢 共产党没有被剿灭 在湘江打一个苦战役后又跳出来 最后终于绕到陕北嘛 那个是后来这个中日战争爆发之后 这个共产党奇迹般的活下来了嘛 现在习近平对美国刚才讲的天下为中嘛 八国联军也来了 现在习近平比喻成什么呢 我们现在中国的环境 已经是到了被逼到湘江战役了 我们只有浴血奋战 这个杀出重围 才能够起死回生 等待奇迹 那这样的话我再诠释一下 他们是在等待 或者要制造下一场的西安事变 找下一个张学良 这个是 那他们一定有 张学良估计他们有很多 预备的张学良在到处 但是说至少他现在呢 就是说要鼓舞他们 我们要坚持下去嘛 那个时候一缴械就结束了嘛 最后被 所以说呢 他这个是很有意思 鼓舞士气 另外一个呢 是说明他认真认识的 现在国际趋势是这样的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刚才那张照片我觉得蛮有意思呢 就是说他表情凝重是一个嘛 我更重要的话 这张照片的话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如果说我们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蔡英文也好 日本的菅义文也好 不可能就 照片是什么 一般是领导你见某某人嘛 不管是什么你见某某人 第二个你去某某地方嘛 这就后边是风景嘛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毛泽东这种照片特别多 摆拍 这叫指点江山 这叫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这只有皇帝才有这种身份啊 蔡英文如果说他到哪里 拿一个风景的地方 后面是阿里山 自己摆拍一个照片 绝对不可能爆出来嘛 那是你刺人的 这种照片就是 他要当皇帝 毛泽东这种照片特别多 后来的邓小平到这个胡锦涛 都没有这种照片 这就是什么 这我已经是王者了嘛 要把自己和大好河山结合在一起 所以说呢 习近平到处学毛泽东 这一点呢我觉得 当然他这个很疲劳很苍老是一个 另外一个他这种造势 就是说马上就二十代了 他要准备登基 这么一张照片 我觉得他宣传口径 已经掉到这里了 是 那介绍大哥我们要补充 这个湘江雪战是在1934年的 11月24号到12月1号那一阵子 然后呢他们终于突围以后 到了贵州的尊议 开了一个尊议会议 尊议会议的时候 把湘江雪战 那个死后的领导人叫周恩来 把他取代 毛泽东在尊议会议上 当上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从那个位置 1935年取得这个位置 一直做到他去世 1976年 所以总共41年 他当了中央军委主席 也就是说 湘江雪战的时候的那个领导人 在随后会被换掉 那习近平就搞这干嘛 还是他期待 他期待自己是那个尊议会议 存活下来的 你现在还没有尊议会议嘛 你现在在讲湘江雪战嘛 湘江雪战那个时候的 中共领导人不是毛泽东嘛 毛泽东是后来嘛 这个 所以我有一个直接一个 从这里跳出一个推想 就是说安排习近平 这个行程的人可能是反习派的 挖洞给他跳 一边不读书不知道历史 光知道那个起死回生的那个地段 他是要大家艰苦忍耐熬过来 将来等待奇迹 这个迎接奇迹的胜利 可是呢 这个湘江雪战 这个历史是为毛泽东后来 把周恩来干掉 然后来取得这个军委主席 这个大卫 那个 这个前奏取来 那周恩来之后呢 以后就对毛泽东 紧紧慎慎 小心翼翼 原来中共的领导人是周恩来 不是毛泽东 好了 其实当时这个共党 这个为了要这个活下来 后来又搞了这个 很多地下党 弄了西安事变 然后扭转了 就变成让国民党 国民政府去打日本 那当时 这个毛泽东 他们也勾结日本 然后有一些史料出来 那我们现在就看到 就是说 那在另外一个 在今天的局面上面 这个中共会使出什么 招数找出新的西安事变 这个很好奇 那我们现在看到 美国的左右大战 这个战局 已经烧到这个财政的部分 总统拜登在28号周三 将在国会发表演说 预期要宣布 这个大规模的增税计划 要对高收入族群 还有企业 投资 遗产等等的税率 可能要提高到 40多年来的最高税率 这是对川普的减税政策 的一个大逆转 那川普时期 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 库德洛批评 这样的增税 是阶级斗争 那会极大的伤害 美国的经济和股市 所以请教教荣诺大哥 您觉得说 因为美国历史上 就是雷根川普的大减税搭配的 那拜登现在这个大增税 您觉得会有如何的 影响美国的国力 这个美国经济的调整 这个地方 似乎可以跟刚才的话题 做一点点 先做一点点小小的衔接 就是刚才提到说 要找西安事变 那个改变这个 比如说国民政府的军队 在打中共 然后西安事变是把中共的 国民政府的所谓剿匪 这边挡下来 不要剿匪 叫做一起抗日 那现在打中共的是谁 是美国的强硬路线 对中共的强硬路线 那所以要找一个人 把这个强硬路线挡下来 这才叫西安事变 那这个人肯定在美国 不是在中国 那就是说 中共如果 里面有什么改革派的人上来 跟美国这边谈好 要扭转这个路线 把习近平的路线扭转 然后美国那边 把对中国强硬的路线扭转 这样才叫新时代的西安事变 那这个地方就联系到经济的问题 那拜登政府强调投资基础建设 其实川普政府已经在谈这个 川普当时竞选的一个政策之一 就是要投资基础建设 那他先减税 减税以后 这个 他先推那个健保改革 也把钱拿出来 然后又减税 然后这些 就是接下来就是要做投资基础建设 所以这个严格讲来 投资基础建设这个事情 是从川普延续到拜登 这个毫无问题 那当然这个地方就要有那个财力 要有财源 那财源的话呢 因为民主党传统上是代表社会下层 然后呢 针对的对象都是对社会上层课税 那对社会上层课税 不足以给社会下层 带来好的经济机会 但是他却会激怒社会上层 其实加税不能 就是其实效果并不好 经济上的效果不好 我们现在分成两个层面 来分析他的效果 第一个是经济上 你看你现在看到的 从雷根到川普 是减税的确会带来经济的好转 以至于政府的税收 其实是增加 所以减税才能够带来 政府税收的增加 这个有验证过 可能会有点时差 这样子 加税的结果呢 对于企业界 是一个打击 一个负担 所以经济可能反而放慢 经济放慢的结果 政府的税收减少 所以加税的结果 反而总税收会减少 那之前有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柯林顿时代 到后来的话 那个美国政府的税收 转成财政盈余 不是赤字 那这个钱后来就小步进来 去打医疗客化掉 是这样 所以那个雷根的减税 经过一段时差以后 到了柯林顿时代 变成政府的财政 开始转亏为盈 这是第一个 经济上的话 加税的结果 其实是伤害到社会上层 企业界的那个动力 然后呢 不见得对下层有利 所以他其实是资历不倒好 政治上的话 那就更明显 就是说他在划阶级的界限 他在搞阶级斗争 我们用了那个比较强烈的语言来讲 就是说他代表社会下层 然后跟社会上层之间 产生一个阶级斗争 这种情况通常会带来通货膨胀 因为你好不容易 已经做这个美国制造 把那个美国的在海外的商 尽量弄回来 就现在要这样子 对 那这种 从政治上的阶级的对抗 阶级的矛盾里面 我们讲阶级斗争 就是应该是说阶级矛盾 那这个这样的问题呢 以为原本是要为民主党 增加他的那个政治基础 选票基础 好像说你看我有为你们 可是呢 他其实是在打 那个上层 他不见得能够 真的能够对下层好 真的照顾到下层 结果不一定真的照顾 下层的就业机会收入 是不是真的变好 不一定 因为要看你钱怎么用 你光是课税 首先就伤到那个上层 然后呢 这个效果上 会造成什么现象 就是造成通常讲的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发生以后 那你的那个加税的问题 就效果会更糟糕 所以呢 现在这个拜登政府 会让美国选民 包括上层下层都看出来 民主党的经济路线 经济这个政策包裹 这个包裹 其实不对 然后呢 这个事情暴露出来以后 会对共和党的经济主张 经济路线 是反而会变成是加分 就是说你拜登 延续你的民主党的思路 去对富人 有钱人克税 号称要对付贫富差距 那个号称要这个 缩短这个社会矛盾 但是其实有 有可能是缓过来 因为我们说对付贫富差距 不是对有钱人加税 而是帮助底下的人 就业跟创业跟创新 你帮助底下的人 让他们有实惠 而不是去打上面的人 比如说以房地产为例 有房子的人 都希望他的房子会涨价 你去打压房价的结果 是得罪那些有房子的人 未必能够帮到那些 没房子要买房子的人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去帮助没有房子的人 能够租房子还是买房子 帮助底下的人 这个才是管用 对上面的人 课其实没有 课税其实项目不大 好了我们最后呢 我们请两位来宾 各用一分钟的时间来总结 我们先请石板先生 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看到这个国际上的格局 和中国的就是 不管是中美 美中两国的对立 而是全世界 这个对中国的包围网 也渐渐形成 那么其中呢 一个是军事外交上的对抗 另外一个呢 是产业上的脱钩 这方面呢 比如说台湾现在 国会中今天开始审议一个 叫营业秘密法 这种方面就是说 把中国从台湾挖掘人才 挖掘技术 这些的门路 过去呢 其实是 不光是中国 我现在显然日本也有很严重的问题 包括很多的先进国家 这是从去年的川普总统 开始在美国 就是开始把这些产业间谍 开始抓的情况之下 这种风浪已经传到全世界了 现在台湾也开始动起来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全世界呢 不光是在经济外交 给中国要施加压力 同时在产业这方面呢 也不能存在破口 那很多台湾的这个半导体 制造的晶片 就装在中国的导弹上面 对准台湾嘛 这种事情的话 我觉得今后随着这种 天下为中的格局渐渐形成的话 这种破洞 各国都要积极地把它堵上 是 吴老师 我们现在看到的国际局势 非常清楚的 就是出现美中之间的对抗 那美国联合世界上的 其他盟友 其他大国 一起来维持国际秩序的现状 维持国际秩序现状 背后的那些价值观 那在这一点上 对台湾有很重要的含义 那台湾除了要这个避免关键技术 流向中国企业以外 那个也要注意到一个 一个能力 就是这个方面 注意到一个能力 我们不断地从西方国家 取得这个高新技术的来源 我们自己当然也有发展一个 我们的研发 我们的那个 那我们要懂得去维护 我们的所谓智费产权 那我们要控制好 我们的研发成果 我们的专业人才 这两项不要流向中国大陆去 然后最后流到解放军那边 然后最后再来 对台湾形成军事威胁 所以台湾人要懂的这一点 就是有些钱不要赚 不要以为说 中国大陆的市场的钱都好赚 都能赚 错 我们这个在做生意的时候 也要懂得有价值观 懂得有国家安全 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非常感谢两位来宾 精辟的分析 感谢观众朋友的参与 新闻大破解 我们每周三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